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呢 談 世上都是文字遊戲 各位啊 不同的時代就有不同的遊戲 我們現在啊 可心可少 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而古人呢和我們現在不一樣 他們呢 很難過一點恐怕不知道如何消磨歲月 所以那時候平靜年年我說怎麼樣 比現在的恐怕到這一半而已 魏晉南北朝大概四十來歲 唐代呢大概五十幾歲 到明代大概六六六十幾 到清代大概七 不是平靜年年 我說一般的這個文人 因為我們比較實情的就是文人 那現在當然就不一樣 所以你看 這個健安 妻子 都四十幾歲而已 這個 如果他們能活到現在 像現在的話 那大概不得了 所以 因此呢 文人之間 就有 許多種文字的遊戲 這種文字的遊戲呢 在文人中流行 可是到後來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它 擺在俗文學裡邊呢 為什麼呢 因為它 廣直 廣播 流傳到 民間 尤其 古人的這個文人生活啊 都和歌技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中國的歌技文化 相當發達 相當發達 所以有一句成語說 恨不為唐宋堅人 一般文人 所以我們現在呢 你誰敢上酒家 對不對啊 被發現的話照個像 那 政治人物就變成怎樣 那像我們站在這樣地方的 就更不敢去啦 可是古人呢 他是 覺得是風雅之事 尤其歌技 這種文化呢 在孔子那個時代 管仲的時代 設有女梨 烈士日本人當年的慰安婦女 就專門攻擊這些軍人的女梨 梨就是一個門 裡面一個鬆口裡的女 那 北朝以後 北魏以後 更有一種制度 叫岳父 以前有宮廷的歌技 有這個什麼官技 那岳父更普及啦 只要是把前朝滅亡的 這些宮廷的貴族 或者是犯罪的人的 這個家族 妻子阿姨 都默入烈乎 烈乎 在明代有起發展 宋元已經不少 明代有起發展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文元安歌技之間 在九元歌詞裡邊 也自然有這些 風雅的文字遊戲 那歌技呢 總有聰明的 可以和文人之間 在九元歌詞裡邊 來取得一種 鼻子撐啥 做不出來就罰酒幾杯 這樣的一種 好難的現象 那音詞 各位知道 唐宋的詞 它為什麼會發達 是供應在什麼時候來歌唱的 九元歌詞 所以那時候都有小列 文人在說 隨手小詞 給歌劇唱 大家互相職結聲 稱聲喝酒 品嚴 這就是他們的娛樂 我們現在呢 不要說一般這個 知識分子已經沒這個能力 連中文系的教授也都玩不來了 我們中國語言裡面 有什麼啊 一個字 包含三個基礎 自行 自陰 自義 自行 自陰 自義 就在這裡邊 來玩 從它的形式 從它裡面的變化 來玩這些遊戲 等等 江湖裡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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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怎麼樣 拿這一些啊 來 測測 一個人的命運 從文字裡邊 所以測字 也是非常的流行 在我小時候啊 常常在廟坡 就有人呢 擺著 測字灘 這測字灘 就是有些人花一些錢 寫個字 他就 根據你寫的這個字 去加油天主 我們等一下會說到 離合 把一個字 分解 或者 多則 混合在一起 甚至呢 加油天主 把兩個字 都從這個字裡邊 變化出來 來採取你的命運 所以這也是 這個也是文字遊戲 那文人呢 更拿文這個 這個 呃 形音域 還有他形式 的這一些 變化 產生一種很特殊的 文學的形式 但是這個不成文題 喔 因為他 限制太難 他呢 不是一般 能夠大家普遍運用 只是逞強好奇 逗子 這個 玩樂的時候 來運用 但是他都文字無詞 其實存在我們中國 是非常古老的歲月 可是以前一般的俗文學家 最多是把 迷語 來當作這個俗文學的異法 好我們今天呢 台灣的謎語 我想 還有文字優勢 我相信各位都 先看過了 我首先要和各位討論的 像這樣的一個 單元 而我們這個書 是把它當作什麼來寫的啊 當學士來寫 而不只是一種介紹性來寫 因此照樣對這個 這個 謎語的起源 謎語的各種名稱 這個謎語呢 在社會上 如何被應用 它呢 甚至它的什麼功能 還有謎語 它過程的原理 對不對 原理 原理就是它 你要猜色的怎麼樣 方法都在裡面 如果說 把這個呢 謎語的分類 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它猜色的謎底 來分類 那又一種分類 所以 所以呢 各位是不是可以得到 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使它成為 一種系統性的 什麼樣 系統性的探討 得到一個 系統性的認知 它就是所謎 所以像這個呢 我們當時候 主要 在這一塊 惡維裡邊 每個人 絕下 一個這個 一竹 主要殺到一個種子 它一定會 惡途裡邊 開發結果 我說這個意思 也鼓勵各位 在這個學術的 原理裡邊 要能夠人氣而去 人家呢 不注意 或者不屑 去做 其實它常常 隱藏的一種 開創性的 這個意義和內涵 尤其開創性的意義和內涵 你如果把它開創 將來成為一門學問 那你就是這創世者 你看一本小說 《紅樓夢》 開始研究了 許多人才研究 它就形成 《紅雪》 《紅雪》 那何況呢 讀書人原來都認為 高文點測才有意義的 而不知道我們的文學 我們的意識 其實都是根源於廣大群眾 根源於這個什麼呢 從鄉屁郎一邊的 你想啊 在大陸 這個山西臨墳的 這個 山西師範大學 我有一個朋友 叫做黃竹山 竹是新竹的竹 一二三三 我和他做朋友 到他七十歲去給他祝賀的時候 還給他寫來一首詩 可是民主寫出來一次 三川的山 竹山五秀 他說不對啦 你要我一二三的山 我說老天啊 我和你做這麼多長久的朋友 我和你三三都沒搞清楚 他呢就是 到了這個大學 發現山西啊 哇 靈魂一代 居然 存在的 許多 宋元 尤其元代的 舞台的遺址 一說他就做 山西那一代的 元代舞台的調查 研究開始 由這個在 引發出 田野考古的 戲曲文物 從墳墓畫出來 以戲曲有關的文物 從這個戲曲文物裡邊 解決了相當多 起碼我受益很多 我從那個文物 把以前的 這個宋元之間 沒有辦法解決的 戲曲式的問題 都在文物裡邊 找到政治 他就成立了 戲曲文物研究所 開創了這一門的 這個 的學問 現在呢 他的徒子徒孫 還很多 成為學術的 一個 門派 如果他不是有那個環境 他去做了 永遠 缺少這一塊 缺少這一塊 大家可能都還不知道他有這種問題 我們食文學 成立為可以研究的 其實很短的時間 我們在開 這個 開始的時候也說過 所以有許多呢 可以探討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這一次 這個 民影這個問題 其實呢 在前南亞 就從歷史 文獻去做 寫來迷死 我對於第一章 等於把它一本書裡邊的 我把它提要濃縮 加上自己的一些觀念 好 還有迷了眼裡 我是 從我的了解 然後歸納成 別人沒有那麼系統說過的 各位 四個基本原理 哪四個基本原理啊 你之所以成立 他的這個 基本原理 有哪四個啊 想想看 想想看 根據哪四個基本原理 產生謎題 產生猜測 產生猜測的方法 那像這個呢 就是我歸納出來 畫形 演繹還有一個什麼 形音繹還有音呢 借音 學音 對了 好極了 還有一種圖顯 圖畫 圖畫是民間的東西 好 那麼 一個事物 如果要考察的話 有一個大家都忽略 如果你能夠 發現的話 那麼可以獲得許多 別人 解決不了的事情 比如說 對戲曲的研究 南齊戲文 別曲雜劇 別曲雜劇 就是各位文學史所讀的圓雜劇 事實上這是非常粗躁的一個名字 非常粗躁的一個名字 可以那麼說 但那樣說 不是卓元縣 學術上是不夠幾年的 圓雜劇怎麼來的 一直 不要說王波瑋的時代 到現在 血系局史的人 沒有任何一個人 說清楚 大家都知道圓雜劇 了不起 萬非萬丈 他怎麼來的 怎麼演進 反正圓雜劇怎麼一出來 就關漢青他們 了不起的東西 這冒出來了嗎 那物理誰來說 絕對不可能 那麼樣的一個文題文學 是一下子能夠幫回唱會 這個大家我相信 誰都會有這樣 可是呢 往前攤 茫茫人像 這個這個 宇宙混沌一樣 哎 我有一天啊 忽然呢 若有所惡 我在圓雜劇 請問這些啊 他可能本身的名詞啊 就十幾個 都可以和圓雜劇有關係的名詞 就十幾個 他馬上想到自己 我小時候 在鄉下 出生於日本 統治之下的 我的曾永毅 的永毅 他們都叫 這是我的乳名啊 地上爬 上了學以後 同學都叫曾永毅 對不對啊 曾永毅就是我那時候 我得到博士學位 對對對 有科技的人 曾博士 你看 成我曾博士的時候 會不會是大學生高中生 不會啦 當我這個 留在台大教書 雖然我只是副教授 我沒有當過教授 就稱你教授啦 那就覺得有點洋洋得意啊 我30歲的時候被稱教授 到哈魯大學 35歲 教授 人家都把我當留學生看待 沒有一個當我教授 體先我非常的不高興 有個洋洋一進來 說你是不是助教 我說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會有這個名字 你會有那樣 是因為你已經 你的名稱 代表你的某一種身份 那原雜劇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我就從這個去考察 然後南曲細文也是蒙面無知 也從這個去考察 結果他的生命是就立立無會 一個一個去考 好 因為你從 拿完who学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你連累到的 Lorenzen 就像別曲雜跡 被稱為驗本 驗妖 妖夢 這些名字絕對不是發展完成的 是他的前身 所以一個一個排列下來 請問我們的民語 你會不會有這種現象啊 我們如果探討民語會不會有這種現象 如果也把民語的 民人找到的名字 把它系列下來 各位系列的方法要怎麼系列 當然是他出現文獻的找尾 文獻的找尾 越找了表示他這個什麼樣子 他是在那個時代代表的名字 好 這一點的話 各位 你們所讀過的 有哪一些名字都和民語有關係 好 歡迎歡迎 對於這樣的一個名字 許多名字 如果各位要去考察 要知道定位 核心 比如說我們是民語 那請問這個名字 被我們運用最早出現的這個名字 是什麼意思的 重要不重要 就像我剛才說 圓雜劇 那麼出現在元代的人 自稱雜劇 那個是定人重要不重要 重要 可是這個雜劇 和唐代的雜劇一樣不一樣 這個雜劇和宋代的雜劇一樣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那為什麼到這時候還稱雜劇 如果不一樣的話 這個雜劇 是不是繼承它的名詞 就變名義時童 啊 為什麼 要用名義時童來稱呼 元代一個時代代表劇種呢 來迷馬上可以引發出來 這個迷 什麼時候你們讀過是誰最先說的 有縱暴躁的高山軍事 好急啦 這個就定位啦 那在他之前呢 有哪些 像這樣啊 古書是得氣法 記住要點 書本啊 你每樣記住是不可能 但是他的要點 彰罰莫落抓住 啊 他前面 就是有所謂 縮怎麼樣 縮詞 然後呢 一直到文心雕樓 還有一個 血影篇怎麼樣 所以又稱 隱語隱藏的 加個原字編 這中間 還有一種和五行啊 這個 各位知道東漢以後 我們中國有正維的觀念啊 五行啊 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啊 所以呢 還已經開始呢 呃 有所謂 社婦 社婦就是 把東西藏在 一個隱密的地方 讓你占卜 去補視 然後猜測裡邊的東西 這個是文獻記載 像東方壽 就有這樣的這個情緒 可是我就覺得 果然能用補視 算出裏邊的東西 是什麼嗎 會那麼黏嗎 可是記載裏邊好像也很黏啊 我讀書啊 常看別人聽 譬如說 當各位讀左傳 常會有什麼現象 兩軍要作戰 對不對啊 就先要補 補話 補什麼 然後就補出來了 後來歷史發生 事情和補的一樣不一樣 幾乎都一樣 這什麼緣故啊 不一樣他就不記載嘛 記載的都一樣 都是有效應的 就簡單就解決了 其實就是如此 他就倡導這個多年 老天爺老子告訴你 你這個軍王分饋 不聽 其實都有這樣的作用 所以這個社會啊 我看也是記載那些 就是跳喉 蒙上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話 比如說他一直手工在裏邊 也許那個手工在裏邊 偷叫一聲 欸 這個東方塑呢 一聽啊 這就是手工啊 就開始 寫那個有的沒有 不過手工啊 很有趣喔 在北部的手工不叫 在我們南部的手工還叫 有這樣特殊的現象 過這個什麼 什麼河啊 佐水溪啊 手工 我在南部 就聽了不老說 這個壁舞 手工的壁 過佐水溪也不叫 我們這裡才叫 因為我們小時候常常聽 夜晚那個手工 咔咔咔這樣叫 可是到台北來躲完不叫 現在當然都看不到 因為 一天到晚那 那文藥乾什麼 那他躲不了 所以這樣這個 社會 其實是沾了 泥的一邊 但是言語和 謎語 只是什麼不同 詞彙不同 意義一樣不一樣 意義是一樣 那麼 說詞的說 人言說代 人言說代 說就是隱藏 所以說詞就是隱藏 它的意義不明顯的叫說詞 所以這個是不同時代的不同語言而已 我們學習要把它連成一切 名詞雖然不一樣 但是意義一樣 好 我再問各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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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後來 在民間就說 名語呢 叫燈虎 虎就是老虎的 為什麼名語打燈虎叫社虎 為什麼 什麼 這個我裡面也寫 表示他怎麼樣 很不容易猜得中 對不對 就像社虎那麼樣的難 那麼我們如果從這些名詞看來 可見 燈虎這個起源 相當的早 早到什麼 春秋時代 你看這樣的一個文化 為什麼我都喜歡探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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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探圓有根底 因為探圓有根底 它的份量 它的什麼 就不一樣 你看春秋時代 就有這種東西 就有這種東西 可見它綿衣 非常的勉強 我這個書裡面寫到 民國大概六七十年 七十幾年的時候 台灣的社會 對猜民 對猜民這個什麼 重要不重要 有沒有很盛行啊 還非常的盛行 各位看我這個 你看從春秋 一直到我寫這個書的 一百四十而已 猜民可以點尊生品 賞心樂事 所以台灣的 彼坦曾經相當的活躍 台北市友吉思彌社 成立於民國四十八年 會員經常聚會研究儀學 每年元宵佳節 與台北市立圖書館合辦 登彼晚會五六頁 總管各份館巡迴舉行 有吉思重書出版發行 基隆市友彌學研究會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成立 元宵端午中秋及會縣 均舉辦登彼晚會 每年至少十頁 曾在中華日報 自立晚報 民生日報 民眾日報 東方日報 國民新聞等 看彌後社 出版有 漁港初登三集 台北縣義友彌學研究會 六十年六月成立 會員定期聚會 彌座何堪成冊 出版有淡江搜語的二集 此外 雲林縣 嘉義縣 台中縣 一各有民學研究會 空湖縣有登彌研究會 皆常常舉辦登彌晚會 提倡正當文娛 鼓吹風雅 不遺餘力 幾處上燈掛粉牆 能能吃力按思量 秀才風味真看笑 正才無非只半丈 這首無名式的達登壺 見你洪落 昭侍從此在 都門逐之詞 登彌的行去正是秀才風味 人們賞心樂視的是從文字中 霍然化解的那份愉快 至於彩頭的後補 只是於事而已 請看網眼包國良主持的 中午市元宵登彌晚會 龍山寺前的仁山南海 請皆為彩頭而來 你們大概都來不及看到 包國良當年在龍山寺 主持的登彌晚會 哇 真是人山人海 打體的是什麼 那個麥克風 都用竹竿釣的長長 哪裡有舉手 我們台大中文系 每一年的營興晚會 都由號稱研究生的曾永毅 主持登彌晚會 把我們全系的老師 什麼校長什麼的名字 都當謎題 大家猜 我住在長興街宿舍 中秋夜晚 我當宿舍的主任委員 我們輪著坐 我也是弄得 大家都可以有彩頭 反正猜的 都是宿舍區的這些 住戶人的名字 或者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 或者是世界 類似這樣子 大家的氣味很香 在民國七十二年 到民國七十五年 中秋啊 我都辦了一個 在青年公園的民間劇場 就把我們 我剛才說的 與我主持的 全台灣的民間藝術所公寓的調查 匯聚在那邊演出 那也都要配搭一場 登彌衣的這個猜色 也都是引起很大的迴響 我每一年 過這個元宵 或者中秋回家鄉 我們家鄉也都 還常辦這些 尤其我們那個下營 我出生的地方啊 猜中了 就怎麼樣呢 就 擊鼓 你就昂陽堆的上台拿獎 如果猜不中了 羅生 一響 你就落荒拉桃 我這個書裡面 好像寫在哪一個時代 猜中了 也有這種風俗 猜中了 擊鼓 猜不中了 敲 你看 這個民間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把這文獻一結合起來 綿綿的那麼長一點 那麼長 那因為呢 這個 迷的內容 迷的猜色方法 實在 多彩多姿 令人覺得 哎呦 尤其你想到 你想到的那插那 你的愉快 和你的得意 不是什麼金錢能夠得到 或者 就是那插那的那個 靈光炸現 豁然開朗的一頁 一頁 這也是 全民的 你看 從春秋到 我們寫的那個時代 起碼民國七八十年 七十幾年 應該都還有 可是這二三十年 政府不提倡 什麼不一樣 就銷售一擊 銷售一擊 銷售一擊 正是 如果現在 還有這樣的活動 各位讀起來感受 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有一個比較有趣味的代表看看 你看 謎語的多樣性 一百三十月 一個這個什麼呢 歌記 寫了這麼樣一首詩 給他的情人 你看這個月 一百三十月這個月 寫得歪歪寫寫 然後三個羹寫在一起 然後開呢 十一半 然後這個 五月的月 寫得拉長的 枕頭的枕 橫著 那個心意的意呢 那個心 以前的不正 歪寫一篇 那個命運的命 寫得短短的 金呢 五金的金倒過來 那個信用的信 沒有口 還有那個旺呢 中間啊 有顆斷裂的 銀漆 沒有沒有 還有那個 桿子寫得特別長 還有呢 來 少了個人 你看 他呢 事實上 暗藏一首詩 這個詩是 月血三更門半開 長夜徹枕 易心歪 短命道經 無口信 連個信子給我都沒有 忘斷肝腸 肝腸就是怎麼樣 血印 對不對 無人來 我忽然想起 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有個歌記啊 也盼望他的情人 以前文人啊 和歌記之間的戀愛 常是這樣 他們呢 難以總希望戀愛 可是在唐宋之間啊 卻是什麼呢 卻是什麼呢 卻是啊 這個文人呢 都是要取寧門 對不對 你們都 唐代有六大姓 五姓 就是 取母姓 來 光耀門 所以 取來都當 正式 嫡妻 生養 然後 戀愛的對象 都找歌記 啊 因為歌記沒有 迷法 的這個 制約之密 因此呢 都把這個情感 投注在歌記裡面 所以 原詐記裡面呢 特別多的就是 世人與歌記的這個 戀愛 兩 戀 戀就是說 大家歸室的戀愛 有是有 不動 是這個原因 那 有一個呢 歌記 不認識字 他呢 要寫封信給情人 他只有 用圈圈 畫個 圈圈 兩個圈圈連在一起 有的圈圈呢 是只有一半 沒有畫圓滿 有的圈圈圈圈在一起 圈圈很大 當一封信就寄去 哎呀 這個情人總是心能感應了 這個 書生提起你來說 相思 律記 從何記 畫個圈而替 當圈圈啊 是你 雙圈圈啊 是我 後圈圈啊 這個 圓圈圈啊 是團圓 後圈圈啊 是別女 還有那一路 說不盡力相思意 還有那 說不盡力相思意 畫個圈 圈到底 你 這個也是民語的另外一路 變顯 所以民語原來就是用 各種方式隱藏它在裡面 顯露一個 一個 含義在裡面 都是廣義的 要這樣子 所以民間才有圖像 才有各種方式 我再念一遍 相思 欲記 從何記 畫個圈而替 單圈圈啊 是我 雙圈圈啊 是你 圓圈圈啊 是朋友 後圈圈啊 是別女 還有那 視不盡力相思意 一路圈而圈到底 會不會 你的感情 非常的這個 有默契啊 你感念 你也是這樣子 其實也是你 的一種 開始 真正的興盛 是要有一種 大眾的 娛樂的場所 那麼大眾的娛樂場所啊 在咱們中國 唐代以前呢 是 等於晚上就 宵禁 宵禁 所以我們有個成語 叫做什麼樣 元宵的時候叫 金無怎麼樣 或者金無不禁 金無是東漢時候的一種官 叫 紫禁 金無是一種女獸 也就是說 做成一個這個什麼 權杖 這個權杖是那個 金無獸 這個官就拿著這個 因為 因此叫紫禁 他管什麼呢 管首都 首都的 這個 治安 等於現在台北市 警察局局長 可是在那個時代 他是 商品官 而且這個什麼 有軍隊 都城呢 是各個 門 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關閉 啊 門禁很深遠 你們知道歷史上 有一個人 本來很羨慕這種官的是誰 後來他做得比這種官要大了好幾倍 官武皇帝 就是劉秀 劉秀做太學生的時候 他說 看到紫禁武首都 防衛司令出巡 哇 前夫後勇非常地炫恨 他說 唉 這個什麼呢 圍官啊 當作紫禁武 當作紫禁武 娶妻呢 要娶誰啊 當紫禁武 英立法 結果英立法 後來也 慢慢來成為他的皇后 不是一下子 所以 英立法也娶到 做了皇帝 那麼紫禁武這種官呢 一直到後來啊 明清啊 他 叫做 步兵小 步兵同兵 因為他管都城的九更難 所以叫 就我們移動 這種官啊 是山頂官 可是呢 都要王公大人啊 或者是 這個 有這個 和皇宿密接官司的 這一些 王清 貴旗 兼人 為什麼啊 因為 他的權柄啊 是 首都的 皇位司令 如果要造反 第一個要買通的是誰啊 九民帝都 步兵同兵 所有這個地位 啊 那在唐代以前 我們中國的 都城的建設 啊 這影響很大 叫方向 方向字就是 四四方方 首都的這個建築 有如現在紐約的那個 你們去過紐約嗎 你們去過紐約嗎 紐約啊 不會迷路的 啊 他那個 那個 和這個 是成為 景字形 那麼一個景字形 就是 就是一個 方 方呢 都成為一個 裏 裏邊都有 門 裏門 最有名的 北裏 是 什麼意思啊 在北方的那個方 就 歌記首帳 所以特別有 那這個到晚上 大概我們現在的時間 八 八點鐘以後 你們 所以 古人有沒有夜生活啊 沒有這些 遺樂的夜生活 因此呢 我們民間的這些 遊翼啊 遺樂啊 發達不發達 不會很發達 可是晚唐亂 古代十國啊 兵荒馬萬 把這個城市的建築啊 方向字破壞了 變成什麼呢 我們現在 一樣的 沿街 這一些 街市 變成街市 街市就沒有門推關了 還有呢 又出現了 一種呢 遊翼的大城市 叫做瓦瑟 瓦瑟原來是唐代的時候 唐代呢 寺廟都有相當大的範圍 寺廟不全的廣堂 寺廟 但是唐代廟 這個廟要到宋代以後 以及明代以後才會特別發達 在唐代國的佛寺 在唐代國的佛寺 凡視民間獨立團 在白天下 下 在佛寺的前面 來演出 所以稱為佛寺劇場 可是這個 當時候佛寺劇場呢 裡面對於和尚所住的 聖坊 聖坊就叫瓦瑟 聖坊叫瓦瑟 這個瓦瑟 到了宋代 就以聖坊這個名詞 取代了佛寺劇場的 油翼的作用和尿 懂嗎 所以瓦瑟的這個是從 唐代過來的 那麼瓦瑟裡面 就很多 這個 不同類型的表演的劇場 這種劇場也是從唐代的 各位這個我是劇場的 研究 當時候 叫補鹽 鹽呢 本來是出這邊的 但是呢 可以坐下來就要加一個草的 所以我一一一一個草池 所以比較講究的座位 叫蟲鹽 一層草 一層竹子 表演區啊 都在這個鹽上邊 比如說這支派鹽 唱歌跳舞的都在那上面 這個鹽的旁邊呢 我會不會話題 都有竹子 竹邊的 這樣一個 四周圍起來的 竹子把它串起來 那個叫什麼呢 因為是囊竿 這個小欄竿 這個小欄竿 把它鍋連起來 把它鍋連起來 所以 就這種鍋了 你們如果從 敦煌啊 敦煌的這個圖像 佛菩薩在看表演 都是在這個演員上 就唐代 那個叫做鍋來 後來呢 變成舞台 你看 他這個還保留 所以把舞台叫波蘭 就再變成一個舞台 你說這個是變成一個舞台的建築 那建築的這個舞台 前面也是都會出去了 圍起來 好 好 現在不管哪一個劇團 早期的 現在劇團不算 早期的我們舞台的演出 都會有怎麼樣 鋪一塊紅色的地毯 有沒有 在舞台 鋪那紅色的地毯 這就是很厲害 那個遺旅 遺旅 所以在這個 宋代的瓦瑟那邊 一個大表演區 就會有 十幾個以上 多的話有幾十個的 鍋朗表演區 你看宋代的這個表演的情況 晚上不宵禁 有瓦瑟鍋蘭的這個表演在裡面 似乎什麼玩意兒都可以在裡面啊 各種表演藝術都會在裡面 當年我在台北辦的民間劇場 青年公園 我就用這個概念 在青年公園裡邊 把它變成一個大型的瓦瑟 就是 裡面有布袋戲的舞台 有說唱藝術的舞台 有演大戲的舞台 錯漏在裡面 其實就是瓦瑟鍋蘭的一種呈現 好 我們的菜燈泥的 或者在這個 也在瓦瑟鍋蘭裡邊 呈現 所以它裡面就有 燈泥的色法就出現 所以宋代呢 很發達 那民間呢 常常會有什麼現象啊 有些 文人雅述啊 雖然窮 可是呢 也是要 露露自己的一些財庫 就把自己所做的一些謎語啊 在延宵的時候 在自己的房子的牆邊 畫一盞油燈 畫一盞油燈 貼出一些自己做的名義 然後大家去看 猜了 猜對了 他就給小禮品 這個就孫入民間 這種情形 所以瓦瑟鍋蘭裡邊 就孫入了 整個中國的各式各樣的表演藝術文學的這個 遊藝的這些 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文化的淵屬 文化淵屬 我們這個 這個名語啊 也是一樣 也在其中 好 這個是各位也要了解 呃 類似這樣瓦瑞啊 他本身的這個背景 我相信啊 我舉的例子已經夠多了 但是 我也相信你們 不一定每一個例子 都一定能了解 為什麼要這麼長 如果不知道再問我 我們也沒時間再談這個問題 那麼文字遊戲呢 請各位分開 一百八十愛 文字遊戲 從來沒有人好好去把它判究過 是我的老師 張靖 張清輝老師 他第一個呢 從筆記 他自己小時候 從這個實話 出話 取話 把它收集整理 寫了第一篇 有關文字儒式的論 你看 張清輝老師就開創了這個 那這個呢 經過他整理 我這裡邊就摘要 把他的摘要 還有把 裡面某一些看法 理論 再稍微 發揮一下我老師的 這個 他的學術進展 那麼其中呢 他開宗明義這一段很重要 張施清輝在 我國文字應用中的寫序 文字遊戲與遊戲文字 英文的開頭說 六書為我國文字製作應用的方法 私生為我國文字 讀音上 陰陽形色的 概光 大略 加上我國的語文 是一字一音的 單切語 又是雌性不明 不受限制的 孤立語 因此 應用起來 變化多端 巧妙百書 生出十許多多 錯綜複雜 光怪目力的力證 以為倦有 情志 寫虐 其製作之初 或者是 毫不經意的 靈機偶發 自然成文 或者是 苦心精烈 雕繪出眾 無論就文字的圖知 就文學的型態 就生死的意義 就生命的繁衍 就迅速的隱身 再再都其見 作者財思的表現 以及心血的功夫 張老師呢 意以破地的 都是這些作者 為了要表現我不凡的財思 炫耀自己的財情 才做這個文字遊戲 我常說啊 古人呢 按比起我們現在來說 真是沒事幹 所以有時間呢 去玩這些東西 拿我來說呢 我有財情 也不願意在這邊 暴力 因為 他實在是 太仙巧了 一個人如果一天到晚 都搞這些玩意 那真是沒有前途 可是為什麼我們拿進來 我只是在告訴同學 咱們中國 文學裡邊 就會有這些 曾經有過這樣的東西 告訴你們 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們知道了就好 也不必要去模仿 也不必要去模仿 也不必要像那個 要做一個寶塔師 也不必要故意要什麼 短註院 或者是不堂體育 這些都不必要 但是你 作為一個 中文系的 或者是中國文學的 就管啊 讀過一遍 瞭解它 我認為就可以 這是 我的看法 好 那麼 像這樣的東西 張老師呢 已經呢 把他 分析他的類別 所以在183頁 幾個類別 這十二類別呢 這些名詞才會 留意一下 其範疏明目 可得以下十二類 一 維魂體 二 雙中碟韻 三 碟字 四 蟬聯聯環頂針 五 極聚 六 九粒 七 失靡登靡 八 對聯失蹤 九 千香 十 打油失 十一 浮唐體 十二 寶塔詩 這十二類中 謎語 對聯已有沾將討論 詩謎 失蹤 亦已擴入其中 此外 回歸 雙聲典韻 別字 集聚諸法 亦已在論對聯中提及 這裡 謹依清輝師之說明舉例 則要補助其他所顧其的項目 各位 可見這個文字游戲 它跨門別 跨越門列 你看 我們 民語這個 所謂民語也是文字游戲的一種 嚴格說來 對聯 其中對聯的某一些對聯的體式 也是有文字游戲的作用在裡面 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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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聲典韻這些 我們到時候再講 這裡邊 那個回文 回文在對聯裡面也有 你們知道歷史上 有一個人 寫了回文詩 感動自己的丈夫 他這個回文書 可以從回文的這種不同的句子長度 可以把它記錄出七百多首詩 我曾經發了一個上文 要把它試驗看看 可是發現集出來實在不通得太多 好 免錢可以押韻 好像從詩 但是呢 好詩是沒有 不通的詩更多 所以我就沒有耐心 那個人是誰 但歷史上沒有 常被用的動作 前秦胡堅的一個將軍 叫做豆靠 叫做豆靠 蘇慧 他寫來用五彩線 五種顏色的詩線 繡成 荒荒快快 成為這樣 你看 這大概是中國文字情史裡邊 最用心思 用得最好 每一個地方 三個字 而且不只這樣 所以你三言 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 再這三個字 像這樣繞一圈 就三圈 你在四圓 再繞一圈 五個字 六個字有沒有忘了 七個字絕對有 光這樣的 這樣的繞 就可以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 就可以繞出多少次 你看這些才師 要把它挫合 那花的時間 可是愛情啊 因為他和先生 去南征的時候 帶走來 小太太不帶他 他很難過 所以就用這種相思的情意 做了這個回文師 逗他一看 大為感動 當然就 愛情就恢復不一樣 歷史上的這個 文字遊戲 我最近 自己也寫了一個 隊員 也是文字遊戲 為國民報祝賀 七十週明慶的 隊員 你看看 什麼叫文字遊戲 這個 前者 國語 作為開頭 定時 在這裡 你下邊 寫的要不要 國語 有關的啊 要有關係的啊 否則的話 你就是 硬抽的 好 啊 我的財政案 你看看 實在是 文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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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小豆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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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也感染了顺口者的风潮 于是大陆巡奇的制作人周志明先生 把他交给智库公司出版的 说明作顺口666 迄今已出版两集 在该书第一集的风遍 有这样的话语 看多了虚情假意的表情 听多了太平上市的谎言 拿多了有兑现的发表票 于是就有些无奈心情 遇及在心里 就有些话不说不明不怀意 顺口6 并非诗词歌舞千古文章 也不是文人雅士名家大作 纯粹是日常所见 平时所闻 顺口6 讲的是天南地北 政治社会 风土年轻 伴不禁忌 直言不贵 顺口6 说的是世景小明 听的人是平民百姓 流传于乡村林林 市企人虚 这句话虽然是我告词 但也真实地输出了 顺口6的内容和特色 那你看 我所摘入的这些啊 什么钱之歌啊 尤其那个麦冰啊 最后一首 你们知道当年台湾南北各地有冰郎米郎吗 在路边他穿的这个非常的凉爽 然后这个卡车司机就停下来买一买 然后这个眼睛呢 冰凉冰凉 然后再走 类似这样呢 形成一股风草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 麦冰郎 冰郎 冰郎西施真是翘 装扮确实超时髦 外套裤裙都不样 协作高椅 脚翘翘 若麦冰郎你肯要 轻松到手对你笑 眉目传情真轻敲 不是客人也看到 霓虹灯下隐红隆 过往人车探头桥 这个写的还要比较含蓄 那像这样子 是新兴的怎么样 新兴的通俗文学 新兴的文柱游诗 文柱游诗 那我这个也告诉各位 我们写的是俗文学 古要不要知道啊 金要不要知道啊 所以这个也是要 博通五金 才能连成七 类似这样的史文学 它是 随时呢 都会在民间之声的 那么这些作者 你看现在知识分子多 因为呢 他投稿 因为有人编辑 所以名字都数在底下 如果在古代 那他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叫 无名寺 刚才我们说 穷的花花 这样一首歌曲 才能播一两天 但是已经 南北 效率很广大 古代呢 古代 像这个 董卓 董卓呢 会被载被杀 其实在民间已经有 一股怨气 所以童谣就 我们就书写啦 千里草和青青 还记得吗 食物上不得生 是不是董卓呢 这个写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董卓的名字啊 这个董 拆开来是不是 千里草 这个虫啊 千里草 和青青 来压语它 食物上 食 入 上 是不是董卓啊 哎 类似这样子 民间的歌谣 已经 对董卓的 唯非作伴 都已经 积怨深 就是民间文学 利用的就是怎么样 我们所说的 你引缘的 离痕 把那个字 分解开来 像这 拆开来 就千里草 拆开来 就食物上 把它合起来 千里草 就是董 把它食物上合起来 就是走 这个叫做 离痕 和试 就利用自行 的一个民间文学 我想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就讲到这里 这个下个礼拜 各位就看 对联 对联 我们要花一些时间 给各位 讲授 因为对联 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我们中国最精致的文学 对联也有民间的 就像民营也有民间的 但是民营 和队人一样 他有时候用比较牙一点 但是 在各阶层都还用 所以 你看我们台大校庆 也要学义 付对联 蒋介石 去世也要一个哀悼的对比 国语报到现在 要社群 七十周年社群 也要学乎 一定是这样的对 可见他们用处 还是普及社会各界场 所以是比较雅的 十分学习 队员 名语都不一样 那么 尤其队员呢 他的评测力 他的语言的那个 对我性 使我运用非常广 中文系的 同学 一定要弄清楚 弄清楚 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 我给各位掌握他的 肛与 经济 所以像这样声调的这个掌握 他的原则方法 各位只要抓住了 你就可以活用 这些对不来的 但是可以活用 我就告诉各位 这些活用的原理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所以我们有没有 建议的 我们使用 有纠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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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